Vaccination 英文字 Vecca 拉丁文是等於牛 其實為什麼會注射疫苗和牛有關呢 有一個故事 當時是一個叫Edward Jayner 愛德華尖勒的科學家 他發現了一個現象 就是當時在歐洲這個天花是很肆虐的 每年都很多人死 他發現了滑牛奶的工人 他染了牛豆 他不會染到天花湖的工人 他就想到會不會是牛豆 是保護了他們得到天花的可能性呢 及後就做了很多實驗 甚至是將天花的病毒注射到人 及後就研製了天花的疫苗 大概一百年之後就有第二種疫苗 就是瘋狗症的疫苗 上個世紀都很多不同的疫苗出現 很嚴重的出現病 譬如麻疹 其實未有麻疹的疫苗之前 每年是有幾百萬人 尤其是小朋友是死亡的 六年代有了麻疹的疫苗 就會減少了很多的死亡 疫苗有餘的情況 是有一種疫苗在 但是他們就會不去打 或者是延遲去打 譬如麻疹這樣計 近年都有一些爆發出現 香港都試過 看回原因就是 有一些地方 小朋友的疫苗注射 原來是比較低 因為可能 家長是受到一些影響 有一些訊息 就是說疫苗會怎樣有害 或者是會影響其他 小朋友的發展等等 有一些錯誤的訊息 做了一個決定 是一個錯誤的決定 令到小朋友沒有打到疫苗 還有其他的疫苗 比如HPV的疫苗 你看到一些網上的訊息 可能有些人打完又會癱 令到一些國家的接種率很低 影響了他們 得到HPV的機會大了很多 這是很可惜的 因為有些誤傳了一些訊息出來 世衛在新冠未出現之前 在2019年 已經說了疫苗後遇 這個情況 嚴重地影響公共衛生 各種政策的施行 現在尤其是新冠的疫苗 我們知道譬如香港 疫苗猶豫的情況是很嚴重 都明白的 我問過很多身邊朋友 他們對驚都是副作用 可能這個針始終是叫做新 但是我想強調就是說 雖然說是新 但是其實它都是不同的 臨床測試都是經過的 第一期 第二期 第三期 只是因為現在這件事是這麼緊急 所以全球把整件事壓縮了 不等於它沒有做 一樣是有做 所以這麼多個臨床測試的關卡 它都有做 及後座也都是不同國家 都會檢視 好像細心看它的數據 都是批准它用 所以如果批准它用 其實那個安全性和成效 大家都不需要擔心太多 開始了那個program 我們都會持續觀察一段時間 一路一路這樣會收集的數據 我們最近就是平衡的風險 如果你不打會怎樣 打了會保護你多少 你看到其實現在全球 都不同的新冠疫苗 都有超過10億劑的用作 其實真的有的嚴重副作用 是很少數的 但是如果我們不打的話 尤其現在有新的變種 有得到感染的機會 其實是大過很多的 大家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就要平衡這個風險 大家好